好 陸艾強老師 今天真是非如天難得 今天就是2021年11月5日 我們農曆今天就是新丑年十五初一 如果根據我們那個年曆 今天叫做海水節 今天能夠我們來到九龍土瓜灣 來到老師的府上這個樓下 這一間叫做什麼 我們大家都知道了 聖廚坊 對了 老師就說了 聖廚坊 沒錯 這間就叫做 聖廚坊 聖廚坊 對了 來到喝下午茶 現在我都要和盧偉強老師 我們都要壞壞我們的舊事 什麼是舊事 其實這個不是舊事 是一個新發展的事 我們每一位朋友都知道我們盧偉強老師 很文化體育 尤其是一個武術 這個是我們的真真正正正在世界上發揚 這一個是帶領者 是領航者 我們要講一下 劉偉強老師 我們再講回我們 過去我現在很懷念的 是李信平師傅 但是我 今天年紀大家知道我 都不小的了 所以現在 86 85 是的 我現在都要記起 我們怎樣成長呢 就是講我們 公民延伸會 現在就是公民體育會 在我們 194幾年 現在說70幾年前 72年 是的 公民呢 顧名思義 是發展這個體育的 公民由建生會 到公民的體育會 現在呢 能夠 培養了很多社會 現在呢 能夠推廣我們 體育文化工作的 領導者的人 我們今天能夠跟 盧偉強老師 我想談一談 我們在公民一直 在我們香港 這個作為我們國家 發展文化工作 包括體育 推向世界 這個僑良 我們這個公民 帶領著我們 然後體育 同盟我們的武術 武術 我很記得 老師 你都是我一個真正老師 能夠帶領我們 我們七五年成立 香港武術健身 請你講一講 香港武術健身協會 香港武術健身協會 為何會成立呢 是 是 大家 徵求了 武術健身協會 之後呢 共同定下來 是 後來經過大家同意 是 要搞一間這樣的會 是 目的何在呢 是的 最重要是這件事 當然要全建武術 是 發揚中國武術 是 因為呢 在那個年代 是 七十年代 是的 七五年 之前呢 前幾期 都是 武術的發展呢 就很不平衡的 是的 也比較複雜的 是的 有很多人認為 武術是 低下層的會議 為什麼會這樣看呢 為什麼會這樣看呢 因為呢 武術是 打監啊 打打實實的 啊 是